言论自由 它的必要 必要性跟界限 这题目很多人可能会觉得无聊 这个言论自由没有什么好谈的 但是言论自由太重要 为什么我想谈这个题目呢 因为很多人没有言论自由 到现在21世纪 很多没有言论自由 或者没有足够的言论自由 当然有些人不承认 或者有些人也知道 可是知道以后他觉得无所谓 反正我现在生活过得很好 我有饭吃 我有房子 我有汽车 我也可以旅游 很方便 至于很多事情就不要讲了 不要批评政府 不要参与政治 或新闻上的事情 我们社交软体也少发表意见 反正我们吃的好 过的好就可以 所以有些人他也觉得无所谓 或者说国家强盛就可以 没有无所谓 所以现在世界上很多国家 很多地区 很多人 没有言论自由 意思是什么呢 意思就是说 有言论自由的人觉得 没有言论自由 这没办法 这没办法生活 这不是笑话吗 可是有人说没有怎么样 没有不会吃 我照吃 我吃喝玩乐都有 没差 没差 反正政府嘛 政府要有效率嘛 政府 他一定要管制嘛 不然每一个人都随便讲话 这还得了 所以这个意思 所以这个就差很多 人同样是人 差很多 所以东西方有时候没办法 当然就是 比如说这个西方 一般是民主世界嘛 比如说这个中东那边 有时候这个 个人的自由 言论比较少 或者东方亚洲 有些国家 他没有什么言论自由 这都差很多 所以西方 你觉得说 什么这个 中东啊 或者亚洲 有些国家 老百姓 没有言论自由 这怎么过得下去啊 那没有言论自由 那些有些人就讲说 这个没差 有什么关系嘛 你们美国也没有比较好啊 我们这边 过得好 吃得好 生活得很好啊 这个很多事 我们就不要管嘛 少讲几句话会死啊 不会怎么样 所以这个意见差很多 所以有时候人啊 他自己高兴啊 自己过得好 他自己觉得很好 可是就吉利之挖吧 我们讲吉利之挖吧 但是你说 他没有自由 可是在家里面啊 如果他爸爸不准他讲话 他又不干了 他又不干了 老爸老妈 你怎么不知道我讲话 可是政府不知道你讲话 可以的啊 政府可以不让我们讲话 政府可以的 政府比较大 可是爸爸妈妈不让我讲话 不行啊 老婆不让我讲话 不行啊 不干了 公司里面同事啊 主管不让我讲话 不行啊 所以这是两种 就是那个双标 双重标准 言论自由啊 当然应该有了 一个人活着 不管你 人就是两种嘛 一种就是物质生活嘛 吃喝玩乐 买房子啦 这些物质生活啊 买手表啦 看电影买汽车啦 另外一个人家精神生活啊 精神生活 所以有时候我喜欢拿这个 比喻啊 牛跟马 你养牛跟马 到时候要卖牛肉啊 卖猪肉啊 你就把它关在 从小啊 从小出生就关在笼子里 那个 牛啊 猪啊 羊啊 那很高兴啊 我生下来就有东西吃啊 那真的不用上班了 不用赚钱了 这个茶来 生过饭 饭来张口啊 这个 早上一醒来啊 我就有东西吃啊 有饲料啊 有穀物啊 有的好一点 还注意气候啊 觉得过得很好啊 时候到了就宰了 他没有自由啊 他不能出去啊 他觉得外面的野马野 你看多可怜 在外面 有自由的屁用啊 没东西吃啊 就这个意思啊 言论自由啊 freedom of speech 它是一种基本人权 这基本就一定要有嘛 这基本嘛 基本功嘛 这基本的 没有言论自由 那你就是 连做人的基本 你基本人要人权 人要权力嘛 人就是要两个 一个权力 一个义务嘛 我们就说人 有很多权力嘛 要义务就是要缴税啦 要当兵啊 一些基本的 权力跟义务 这是一体两面嘛 就是公民啊 就是人民啊 就是大人啊 可以按照 个人的意志 个人的意愿 来表达意见 和想法的法定 政治权利 那时候这个 没有人会反对吧 我讲话 照我的意思讲 这个没有错吧 表达意见 和想法 有人就不行 很多人就不行啊 最近看到一个台湾 到这个 到中国到了七几岁啊 老的演员 对我来讲 也不是太老啊 但七十二岁吧 对很多人来讲 是老了 很有名 又相声 又是演员 这个硬骨头 就是说演技很好了 老戏精 结果中国发生 那个比较严重的 COVID-19 大家封城了 封城了 上海封城了 没什么东西吃 因为全部封城嘛 前面他讲了 是没什么东西吃 就后来 昨晚转变说 少吃一餐没关系啊 政府给什么就吃什么 这绝对不是他个人的意思 他有钱啊 他也赚了一些钱啊 至少比一般有钱啊 有钱 结果有钱买不到东西啊 看他讲的内容 吃得很普通 因为物资不够啊 封城嘛 上海几千万人 你不可能全部人 都给他这个吃得很好 吃得很饱 不可能吗 那讲那个什么屁话 少吃一餐没关系啊 这什么话 政府给什么就吃什么 这是什么话 所以可以按照个人的意愿 表达意见 这个是最基本 没有人会反对嘛 你说我讲话 不照我的意思 我照你的意思 照他的意思 照我爸的意思 照老板的意思 那你就会觉得怪怪吧 这法定啊 就是不管宪法 各种法律 要保障你权利 是最基本的嘛 但是就很多人就没有啊 他就没有这个权利啊 所以西方就觉得奇怪 你中国 投票也不行 官员你不能自己选 就很奇怪 然后你讲话 还要照政府的意思讲 你讲跟政府意思不一样 你马上会被插碎表了 被这个警察公安了 关系了等等 有受压力 就觉得 这个很习惯 你再有钱也没用嘛 你叫美国大富豪 钱一百大富豪 你很有钱 可是呢 不能讲话 不能照自己的意思讲话 全部要听政府的 哇 那这一百个大富豪 可能要革命了 要革命了 要吐槽了 要跟政府对着干了 这些意见的表达 不用受任何事前 审查机制 没有说 我讲什么话 我先给你报备 我今天有记者访问我 或者我在社交软体上 发表什么言论 因为我是有名嘛 但一般人也是一样 我还经过政府 同意 政府说 好像前几天你讲的话 我不高兴哦 你如果再面对记者访问 或者是在社交软体发言的时候 你因为你前面 讲的有点不好听哦 你以后讲什么 要报备哦 要先跟我报告哦 这个没有报告 你就不能讲哦 你要经过我同意 我觉得不好 跟你讲不好哦 要修改一下哦 你才得讲 不安的话对你不利哦 这个 这是很荒唐的事情嘛 当然我们后面会讲 言论自由也不是无限制的 它也有一些约束 我们是在合理 我们说情理法 合乎情理法范围之内 你一定要有 言论自由 也不能违法嘛 也不能人身攻击 也不能胡说八道嘛 而且 所以它几个要件 一个就是说 事前不用受到任何人 主要是官方了 审查这个限制 也不需要担心受到政府 或其他人 报复也不会 事前不用报备 事后也不用报复 只要在 合乎情理法的范围之内 那这个东西 国际上有没有保证呢 有 有保证 世界人权宣言 这以前有定过 这是国际公约 所以法律不只是 一国里面的宪法 有法律 有行政命令 公司还有公司的规定内规 当然不是公家的 那国际上也有 联合国公约 很多 很多 很多协定公约 就大家签字嘛 但有些国家说我不签啊 那你不签就没关系 没办法 但是 有些权力 你也不能享受 或者是 在国际上 你就是 我们就认为你是很 麻烦制造 很奇怪 很 这个 就是很不肯大家 很难搞 不跟妥协 世界人权宣言 就大部分国家定的 第十九条里面 还有美国宪法 第一凶证案 美国宪法不太改的 不太改 宪法如果有一些 不服时宜的 或怎么样 他用 修正案 所以有五个修正案 第一修正案就是 明确保证言论自由 所以国际上承认 美国宪法第一凶证 人民都有言论的自由 你可以随便讲话 按照你意思讲 不用怕 当然 又有一些限制 我们待会会讲 你不能胡说八道 不能骂 你不能说那个明星啊 这个长得很漂亮 你就说 他赚了不少钱 不是靠拍戏啊 他是做妓女啊 跟大老板上床 你不能胡说八道 你要这样讲 你要有证据啊 你要有证据啊 你没有证据说 这是我想象的 或者我听说的 或者我认为如此 或者我造谣生死 那不行 联合国1948年通过 世界人选宣言啊 第49条 每个人啊 都有主张 及发表自由的权利 这项权利呢 包括主张 不受干涉的自由 以及经由任何方法 不分国界 寻求接受 并传播消息自由 意见的自由 这显得有点拗口 这是翻译啦 翻译的有点拗口 那基本上就是 简单讲就是 任由依照自己的权利 自己的意志 来发言 那公民权利跟政治权 这也是国际公约啊 国际公约啊 一定很多国家定的 才叫国际公约嘛 公不是私的嘛 第19条 两个都是第19条 人人又保持意见 不受干预权利啊 这是国际上认可的 所以有些国家 共产国家 独裁国家 说我没有老百姓 没有这个言论自由 你看 这就跟他这个 国际公约抵触啦 那国际公约说不行啊 这是我们国际上 就这样定啊 你说少数国家说 那是你定的 我也没有参加 你们的老百姓 有言论自由 我不干涉你啊 但是我的老百姓 就不能有啊 所以就变成 麻烦的国家 就是 就是一个班上 比如50个人嘛 有48个 都是照一般规矩来的嘛 上学啊 不能迟早早退啊 上课不能乱讲话 吃东西啊 就两个都不行 我就喜欢迟早早退 我就喜欢翘课 我上班 我上课的时候 就喜欢跟老师对干 我就 我就 我就喜欢吃东西 滑手机 老师不能处分我啊 但是 我们班上 另一个公寓 你们48个定 我两个就是不定 我们都喜欢这样子啊 那大家就觉得 这两个很 很奇怪 人人又保持 发表自由的权利 这权利包括语言啊 文字啊 出版物啊 艺术等等 反正就是 所以言论自由不只是 讲话 还包括思想 讲话语言嘛 写东西 还有你写书 或者甚至在包括 现在包括社群平台 或者发表艺术 艺术作品 你不能说 我这个艺术作品啊 画得很像总统啊 画得很像独裁者啊 你侮辱我啊 把你关肩了 不行 不行 除非你太特殊 所以到最后怎么样 要法院啊 可是法院有时候 也没办法 法院有时候 独裁国家 法院他开的啊 他的独裁者说 哎 怕他有罪 法院说 遵命 我知道了 怕他有罪 所以 所以一定要行政 立法司法 要独立客观 不分国界 这些传播自由 但是他有限制 那你说不能 无限上纲嘛 他有什么限制呢 一定要尊重他人权利 当然这个讲的是 比较广泛的 我们待会讲 比较稍微具体一点的 因为在公约 他不可能 定得太详细啊 就是把精神讲出来啊 要尊重他人权利 就是我发表 原来自由 但是我前提就是 我要尊重你的权利啊 我不能不尊重你啊 我不能叫你 王八蛋抽鸡蛋啊 你一个漂亮女人 结果你拍了戏 赚了不少钱 我不能说 我觉得你很漂亮 你的钱可能是 跟人家大老板 睡觉赚来的啊 你不能这样讲啊 除非你有相当的证据啊 但通常 没有 不会有证据嘛 你要尊重他的权利 或名 这像很多人做不到 现在台湾流行 叫酸民 酸民 我就酸你啊 没有证据 然后你问他 你怎么可以这样讲呢 我想讲不行啊 我听说嘛 有人这样说嘛 到时候 叫你提出证据 提不出来 那你说 谁说的 朋友传给我的 哪一个朋友说 我忘记了 或者说 我记错了 这不行啊 所以 讲话要负责啊 你不能说 谁传的 我忘记了 或者说 我记错了 或者说怎么样 所以你讲话 对人家权利 或者名语影响的时候 你要举证 证明我讲的是对的 你举不出证明 你不能呼咙 忘记了 谁告诉我 我听说了 听谁说了 我不记得了 不行 还有保障国家 安全或公共秩序 所以最明显就是 你在飞机上 你不能说 砰 照单 他说 我开玩笑了 或台湾有一个 女明星啊 很有名的儿子说 我要到 需要少吃 哇 都紧张了 就抓起来 还未成年 未满18岁 抓起来 怎么这么严重 妈妈就哭啊 喊啊 我儿子还离18岁 17岁多啊 怎么可以关起来 还是开玩笑的 有些是不能开玩笑 你在飞机上说 砰 炸弹 然后说我是开玩笑 你试试看 就抓起来了 你在学校说 我要少吃了 我明天下礼拜 我要拿机关枪 拿手枪 我要去少吃了 就算你未成年 也抓起来 因为你违反 公共秩序 你也不能说 造谣绅士 这个国家 这个总统啊 是神经病啊 这讲很多 乱七八糟 不行 或者 妨碍公共卫生 或风化 这些东西 你不能说 我的自由啊 我喜欢到 这个公共潮 六鸟啊 裸体啊 或者 一大堆的事情 就不行 你不能违反 这些东西 所以言论自由 是人类的 基本权利 所以没有言论自由的话 就很糟糕 就算当事人觉得 我无所谓 无所谓 你觉得无所谓 可以啊 可是还有别人看你啊 还有别人看你啊 所以有时候 有些人觉得 我行我输啊 可是问题 人家会怎么看你啊 所以很多亚洲人 到美国去 觉得说 我被你歧视啊 当然有些美白人 真的是歧视你 有一些不太好 他真的是依照肤色 来歧视你 但是我看大部分啊 是你自己的行为 有问题啊 所以美国白人 歧视亚洲人 歧视黑人啊 当然有一部分是 他本身天生 他的有问题啊 真的有歧视这种心理 但是以我看啊 那不会超过一半 因为大部分人 还是善良的嘛 每一个国家 坏蛋由于是少部分嘛 大部分还是说 你持兵狼嘛 你讲脏话嘛 穿拖鞋嘛 这个打赤膊嘛 公共场所高谈阔论嘛 飞机上拖鞋子啦 一定啊 就是大部分是 自己有一点问题啊 就把自己国家的 一些习惯带过去 你在那个国家习惯 或者说这个 这个 这个印度人啊 到美国 到欧洲啊 到英国法国 人家就用刀叉嘛 那用手抓 野蛮人啊 不会啊 我这印度就是这样吃啊 一手吃饭啊 一手 一手这个 擦擦片啊 这是我习惯啊 可是你像是 移民到人家那边去啊 人家都用刀叉在吃啊 你用手在抓啊 你说我在古代就这样子啊 这我很自然啊 你怎么歧视我啊 我们叫入境随俗嘛 这言论自由最早的观念 可以推到公元前啊 五六四 就是孔子 出生那个时代啊 所以人类历史上 西方来讲 它是先有民主啊 再有独裁啊 它是走回头路啊 中国又有这种问题啊 我们这个全球战国 百家争民啊 大家 想法也先进啊 结果后来反而 变成独裁国家啊 就是中国历朝历代啊 都是独裁啊 西方也有这种情况 一开始 它是代义制啊 就像我们现在 有点像我们现在 这个民主法治社会啊 后来就变罗马帝国啊 就 然后就变成这个 专制啊 所以人类有时候倒退 就像人类 希腊时代就说 地球是圆的 后来就变地球是平的 所以 人类就是有时候有这个 反而倒退啊 但是为什么最早会那么发达啊 就最早可能他就 崇尚自由嘛 崇尚自由习惯了 有一个人出来 我统一国家啊 我觉得这个不好 大家都讲话 以前是这样 但是我现在统一了 都要人家听我的啊 所以慢慢就变独裁者 因为他方便嘛 不然你们每一个都可以讲我 不行 我当这个皇帝 我当国王以后 大家不能批评我 不能讲我不好 全部都听我 那大家不干 不干就洗脑 所以找很多知识 洗脑 为了国家安全 为了大家幸福保障 就讲一道具屁话 但有些人就被洗脑 对对对对 每一个都讲话 那不行啊 所以大家不要批评啊 这个 让这个独裁者好做事啊 就很多人去洗脑 洗脑就被洗成功了 那有关言论自由 有一些名言啊 这我们下期来讲 我们上期先讲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